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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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就座 可以开始了吗 精彩讲演灿烂人生 2022-2023年度最花龄华语讲演会 新职位就职典礼正式开始 今天我们相约在这里 一起为第十届职位庆功 也为第十一届职位加冕 尊敬的最花龄华语讲演会 现任会长杨欣立 尊敬的最花龄华语讲演会 创会会长李崇海 胜任讲员 尊敬的最花龄华语讲演会 顾问郑来发卓越讲演 尊敬的L区总监林俊杰 尊敬的L3区总监周福祥 尊敬的L1区总监许志顺 尊敬的后任L1区总监陈少朱 L区总监陈少朱 尊敬的后任L1区总监唯一 请允许我代表今天出席的全体会员 对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和由衷的感谢 亲爱的友会会友 会友们 来宾们 大家晚上好 麻烦大家将手机调至静音 下面进行低下议程 有请技术顾问 杨晏兰带着大家一起重温2021和2021 好 好 现在有请洛洛大方 执行干业的会长杨欣立 为我们致开会子 欢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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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今天呢 我们整个2021到2022 我们要画一个完满的漂亮的句号了 好 今天呢 虽然我们的 哎 我又看到了 毕生 华宇嘉宴会的会长 慧林 感谢你来 欢迎你来 因为刚才我们的 欢迎慧林 谢谢 谢谢 其实慧林也一直很支持我们最欢迎的一些活动 因为刚才忙没有录掉了 对不起 那我们说刚才呢 我们本身呢 我们这一届的公关副委长唯一呢 帮我们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短片 是从去年到今年的一个回顾 但是我们的电脑有一点问题 所以大家就不能看了 那所以给我多一点机会 就让我给大家8.5分钟讲出来 好不好 所以呢 今天呢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 因为我们从去年的5月24号 我们接受了我们 最欢迎华语讲演会76%的会友的投票 我们就作为职位 开始为大家服务了 这个过程呢 我们都记忆犹新 好 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在国际讲演会 我们还没有身份 但是从那一天开始 大家信任 对我们的信任 已经足以是我们职位团队 以声相许 我这样说你们同意吗 同意 是的 从那一天开始 我们真的是以声相许 而且我们很多的职位成员呢 他们都把自己的作息时间都调了 因为我们在半夜2点的时候 还商量着下一步 我们应该怎么做 所以这一路走来 我们付出了很多 但是很开心的是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收获了很多 很多人说你们今年真的是很倒霉 其实我要很大声的给大家说 我们今年非常非常的幸运 因为有大家的支持 有这样的机会 给我们这一组职位成员更多更多的学习 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的 所以幸运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一组默默支持我们的前会长 智囊团 还有我们的创会会长 那一个人我们是不可以忘 就是我们的创会夫人 因为她每一次我们有任何一点点小问题的时候呢 她就说这个是不是应该这样 这个是不是应该这样 让我们走不偏我们的方向 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的创会长也好 我们的顾问也好 我们的所有的前会长也好 他们既是我们的加油站 又是在关键时候帮我们踩刹车的那个人 所以呢真的非常的重要 在我们每一个关键的时候 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勇敢的往前走 好这个是我非常要感谢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创会长 我们的前顾问我们的顾问还有我们的前顾问 第二个呢我就要再感谢我们的会友 其实我们会友对我们过去一年的支持是非常多的 无论是5月24号的投选还是9月28号的投选 他们都积极积极的参与 其实这样的一个参与我能拿什么表示呢 就是说去诠释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那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 爱最花灵这个讲演会 爱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其实有时候我们说爱是一种付出 也是一种得到 那我们在付出这个爱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得到了很多 所以呢我们整个付出的原因 是因为有很多人对我们职委团队的信任支持 还有那一份爱 那接着呢就是也因为这份爱 所以呢我们的职委团队呢 也是尽心尽力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的文教副会长很认真的去走会 很认真的去看教育体系 随着作业几分随着作业我们该批了 而且我们什么一定要按规矩来 还有我们的会员副会长 精心的为大家准备生日卡 准备礼券 而且呢在平台 把我们的平台管理的很好 再用我们的让我们的副文教 会员副会长在我们的平台上 有诗语远方去软我们整个 最花灵讲演会的平台 所以让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相信力 觉得我在这个群组里头很温暖很开心 这个也是很重要 那我们的公关副会长呢 帮我们组织了很多的节目 让大家的凝聚力更近了 虽然有时候我们是在路上 那看不到大家的脸 但是我们一有机会就做一些户外的活动 和L1 L区与丰区的活动 都做得非常好 让大家觉得我是最花灵的会员 我走出去很自豪很骄傲很开心 人家外会的会员你是哪个会的 最花灵的每个人都很骄傲都很开心 所以我们每一个职位成员都非常的用心做 那我们说我们的秘书长 他说我真的很担心 你把我逼的我都会去有抑郁症了 我说你慢慢来学多少算多少 我们的财政两点半的时候多打电话心力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做工还没钱赚呢 因为我们今年做了一个财政的一个改革 我们把会员的会费交会费的时间改成一个日期 所以很多东西需要调整 那我们为了让我们下一届的会职位呢 和我们的会能走上正会 所以我们也编写了我们最花灵华语教会的章程 所以这些全部都把整个路理得很顺 然后我们的李宾思非常认真的文顺大哥 经常找到迟走 帮我们都打理得好好的 有一次我们的会期 说我们的会期怎么办呢 他说交给我就好了 然后他就去打扯做会期等等等等 这些点点滴滴其实都在我们脑子里头 所以这些虽然大家没有看到我们的短片 但是我讲这些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想得到 他们的认真勤奋的样子 这些虽然都是一些好的 但是呢我们在职位会上 其实经常的去为一点点事情去争执 对还是错 因为最花灵的职位成员 跟其他的会是不一样的 都是一些社会的精英 都是一些学世界的一些权威 还有都是企业的老板 每个人有自己管企业的一个想法 那我也是一个企业的小老板 那我有我做事的方式 但是讲演会不一样啊 你不给别人发薪水 你怎么样去笼络大家的心 怎么样把每一个职位的积极性 全部调动起来 发挥他们自己本身的特点 来为大家服务呢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一个学问 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学习了很多 我自己本身我就学到了 我敢敢去面对一些问题 南哈顾问交给我说 不要怕 有问题 敢敢去面对它 接受它 解决它 放掉它 就完了 敢敢面对 你才能成长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们每一个职位成员都学习成长 进步了很多 我相信 每个人 现在 跟去年 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的会员副卫长 你说对不对 对 好像很牵强的样子 我 我这么说一点 你现在比你去年就帅了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一个人的帅气不一定是他年龄还是他的头发的多少 是他智慧有没有增加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讲出来 还讲出来 所以呢 我说呢 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位团队的这个对我们整个的一个付出 所以我在这边就不多啰嗦了 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思议 谢谢大家今天到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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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美丽高雅的会章 嗯 时光仍然 刚才我们会长说的这一些温馨的画面 还有动人的情景 都会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 好 谢谢您会长 感谢 也感谢您这一年来对醉花凌华与讲演会做出的贡献 嗯 同时我也感谢您作为我的导师 教授了我许多许多 请大家呃 呃 再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队长 好 现在有请LH总监 我们去宣扬的 卢雅才子林俊杰为大家致辞 大家一定经常看到他奔波在各会 为大家指导工作 达获解疑 好 掌声欢迎 好 好 会长杨欣利 还有我们的创会长李崇海 还有我们的顾问郑来吧 大家 为我们大家晚上好 好 好 每一届的会长其实他都继承了自己独一无二的问题 像我们今天心理会长其实他做的就像一个整股师吧 哪里不顺就要推的哪里不顺 这希望体制可以健全 希望是整体可以健康 所以其实在这一年内 我们其实看到心理会长的付出 他的付出是你们表面上看到的 在层很多 主要是因为 呃 醉花林 讲演会 之前所遇到的丰公鱼 不是一个人 不是他一个人有办法解决的 而是要怎么去 融入大家全部的意见 还有把最好的想法去实施出来 也在此感谢我们心理带领上一届的团队 在我们2021至2022年度 为我们计划林讲演会的付出 当然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理 我们的许志顺后任的会长 如果你要我讲他的坏话 我可以讲足足五分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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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要讲他好的话 我可以足以讲一个小时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 醉花林有他自己独特的氛围 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个学习环境 多了一点就跑边了 少了一点就不是醉花林的 而我们的许志顺后任会长 就有办法在这两者之中 拿捏到最好的一个分寸 也希望就是在全体会友们的支持下 他有办法把他的所学到的那些领导风格 领导的技巧 发挥的更灵灵精神 也希望在此的希望 我们的许志顺后任会有办法 做得更稳健 做得更好 谢谢 好现在有请感谢您的发言和力领指导 接下来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 请出LE分区总监许志顺 另一位青年才俊 他文他武略 驰骋商界 上台为我们致辞 谢谢 谢谢思怡 其实我只听到许志顺 然后就上台致辞 尊敬的 创委会长李宗海 顾问郑来发 L区总监林俊杰 后任L区总监郑少竹 还有各位分区领导们 会友们 现任职位们 后任职位们 晚上好 一年这个 当LE分区总监的这个集会 非常感谢各位 会给予 什么这个信任 我觉得不管是 不单是我们的心理会长 是一名整股师 我觉得我们的俊杰 L区总监也是整股师 所以我从这个 不人不列的这个股型 已经被推到 非常的像人 那一种股型 这整个一年当中 学习到很多 在就职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在所有的分区总监当中 可能是最 资历最浅的一名 我对奖领会的体系 除了教育体系以外 其他的一概不知 作为 国际奖领会的区领导 分区领导 有些什么指责 对所属的分会 有些什么责任要当当 其实都是非常磨灵两可 大概听了一下 就上任了 所以这一年学习到很多 L1分区呢 又是一个特别 有文化色彩的分区 四个分会 四个所属分会当中 有两个是方言分会 我们的白桥月语 还有醉花林草语分会 我们的这些贵宾 新来的贵宾 如果不知道的话 醉花林草语奖领会 是全世界唯一的 潮州语的奖领会 就是特色在字 除此之外 还有两个华语奖领会 那就是醉花林华语奖领会 还有大半奥西华语奖领会 要扶持这四个分会 就是说从新职委的 不管是组织能力 分会立会的质量 重新的 从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 上轨道 是要一定的时间的 而且很惭愧 我们的粤语 粤语奖领会 是一直没问题 潮里将也会 比如说 语言的标准 怎么拿捏到现在 还是个问题 请了一名老师 又一名老师 还是这个标准 不是讲得很清楚的 可是大家都乐在其中 为什么 上了台 这一年来 就是醉花 醉花醉酒醉奖领会 就是醉花醉酒醉奖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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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说到这里呢 这一年来 这一年来 醉花林华语奖领会 眼看着成为一个比较混沌 兵荒马乱的一个情况 一直慢慢的慢慢的 通过会友的扶持 大家的耐性 指挥团队的组织能力 还有会长 杨欣毅的领导能力 慢慢的逐渐走向这个轨道 这个和平质量 还有卓越得来补一 所以我们再次为以掌声 来谢谢我们的这个卸任会长 杨欣毅姐 更加谢谢他所带领的职位们 谢谢你们 下来呢 我相信醉花林华语奖领会 的前途是光亮的 不管是下一年 下来的五年 我卸任之后 经历了多几届的会长 我们会越做越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有请思雨 谢谢许之顺总监 现在 不好意思 我刚才 没有介绍到您 我再补充一下 许之顺 因为我们这一台 还要再次请出 我们青年才俊 文韬武略 实陈商界的许之顺总监 为我们举行就职位卸任仪式 谢谢 各位观众 我又上台了 你们惊不惊喜 他人开心 开心 好 请不吝啥 身份 厉害 教官 欣赏 文教会长 杨念兰事务长黎文顺 可以留意各位让大家看到我吗 谢谢 好各位 在此我代表最欢迎欢迎奖议会 感谢你们在上一届 2021年2022年 12个月里 领导分会迈向卓越的目标 可说是劳苦功高 就此宣布 各位已接下上一届会员们所托付你们的任务 大家掌声 鼓励鼓励 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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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好现在让我有请 下一届 L1分区总监 本一来为我们主持 后任职位的就职典员 休息时间 没有没有没有 请各位 有请司仪 请各位职位留步 我们亲爱的会长为你们准备了一个纪念奖牌 感谢你们一年来的任劳任怨 这些奖牌的背后有着你们无私的付出和知难而上的努力 在策划和活动中你们上演了车残化蝶的故事 此刻请你们迎接掌声 迎接鲜花 迎接喝彩 感谢大家过去一年对我们整个江年会的一个付出 因为很多人说买一个礼物买一个纪念品 我思考了很多 我觉得一个礼物他威力喜欢 我本来想给我们的美女们一人买一瓶香水 用完也就过了 对吧 所以还是做一个牌的话呢 放在家里 老公一看 你曾经做过这件事情 难怪你那么忙 所以太太一看 你是会员副会长啊 所以也不会怪他晚回家了 所以这也就是我想了一个特别的办法 就给他们一个奖牌 让他们捧回家 给他们太太先生做交代 那我们说第一个呢 先给我们文顺大哥 我们的司务长 那我想请我们的窗户会长上来 我们一起好吗 谢谢 我们的窗户会长 我们的窗户会长 谢谢 财政长杨远南 公关副会长维一 会员副会长沈俊明 文教副会长张秀娟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培训导师张义伟 欢迎上来 谢谢 谢谢我们一个大合影吧 我们一个大合影结束这个环节 OK 好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这样的话回去就可以交差了 事已来 好现在我们来拍一张大合照 然后到休息环节 大合照 好 站在后面 可以 好 好 感谢观看